大家好,我是华企白奥哥 今天是7月12号 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二组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了真实拉奥行情 首先是13,256级的国航双卡的机器 国航的机器是原生的双卡 能够支持双卡双代的 当然这种机器可以无损改双卡 但是由于差价比较小 需要双卡的兄弟还是直接买国航港版的比较为好 像这个机器手里是96提琴 然后电池相对还有个90 这也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正常的存款 这个机器给大家安排到手的是4250块钱 因为这种机器稍微是可以说回收的 价格优势一点 可能说这种机器市场上拿货都要这个价了 对不对 很多兄弟可能说关棍子跟我砍价 但是他基本上他不了解一个真实的市场行情的 对吧 这个是14pro128G的每版有锁的卡利机 全新未激活的 目前有锁机器的价格可能说跌了不少 这个128G的全新的只要4500拿货了 如果说无锁的估计还有个整整为了1000多一点 是吧 所以说这种机器现在配合QB模式进行解锁的使用也是非常不错的 4000多块钱 你就能买个全新的实施不弱 现在有锁机的信号各方面都还正常OK的 可以说今年以来都是小点可以说的非常不错的 还有目前很多有锁机器出现了各种开锁的情况 就是变成了从无锁的状态 对吧 这个是111818G的国行的库存的仅运输的时候后盖有点轻微的磨损 这个机器感觉是充电零次 尾差都是雪白没有充过电的 然后外观的橙色基本上就除了后面的瑕疵以外了 其他地方都是完美的 充电零次而且是一个13的一个初子系统 这种机器就是百分百的纯运装的 没有说什么修改拆修过的 如果说有拆修更换物电池 这机器还是跟大家依旧如实的描述说免费送给大家 对吧 这个当刚刚的可能说拿货的稍微贵一点 只有2400拿货 好货对吧 这个是13Pro Max 256G的有锁的卡列机 这种机器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损耗 电池只有88% 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高的 当然高的也有 可能说价格就贵一点 这个机器拿货给大家的安排是4,299 把油送费钱到手 为什么这种机器也是稍微便宜一点 正常电池比较高的 可能说市场上拿货的都要4,400 4,500的 对吧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市场上的行情 有锁手机正常的使用还是OK的 你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更高的配置 当然了 你的信号耗电方面还是比正常手机稍微的插了没丢丢 这个是插的 一般是8G 国行的双卡双代的 这种机器我们都是换好电信 比较便宜的机器怎么说电池如果说容量没有85%的 就80%左右的 都会给大家换好一个电信 因为我们这边的换电信的一个价格 也是非常划算的 对吧 这种比较老的机器 你想挑什么90多的100的 大家想一想 现实东西 现实为好 对不对 没有那么多赞美高的 这种机器拿货了 咱们是1500的一个成本 外观城市一般 这个是华为的Mate 30 Pro 5G的 8G1本 是28G的 这个是皮的版本 对不对 外壳可能说有点轻微的小花 整理城市 达到一个95新的城市吧 这种机器拿货了是1750块钱拿货 整理性价比还可以 对吧 起因的这种新变都是非常的保值 尤其是支持5G的 对不对 大家如果说 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奥行情 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大家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